苍蓝爵本以为于书星够灵动了 没想到我却被女配惊艳了 暑假一向是仙侠剧的天下 从七八年前的花千古 古剑奇谈 再到近两三年的陈情令 相秘陈陈静如霜 而今年暑假 杨子的仙侠大剧 陈香如谢已经率先登上一幕 而接下来 苍蓝爵 玉古瑶 星罗宁成堂 等一大波仙侠大剧将会分支踏来 而且每部剧极数都非常可观 预计在五十几以上 而据调查显示 观众们平均每年关剧数量不过八部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 于是国产剧近些年整体质量堪忧 二就是普罗大众 并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可供消遣 所以小编可以预见 暑期这么多部仙侠大剧中 可能大家只会给一两个仙侠佼佼者一个机会 其余的只能宣告竞争失败 而在这堆大剧中 云收心和王鹤立的苍蓝爵 是开播前最被看好 后评轻松碾压差评的一部仙侠剧 这跟女主角余收心有着莫大的关系 大家其实都清楚 开播前对剧以及相关物料的审判 主要还是停留在主角颜值是否能抗住 浮化道是否精良 特效是否炫酷 这种肤浅表面化的层面 同理 苍蓝爵开播前的好评 也是主要集中在这些表面的几方面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这几部仙侠浮化道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男主也是清一色的古装美男 唯独在女主角上观众颇有为辞 比如杨子在陈向如谢波之前 一直被质疑不够美 30岁了还在重复几年前的傻白甜 略显皮态 没新鲜感 又比如 玉国瑶任命倒是幼了 可是颜值堪忧 切胀像太过疏离 缺乏传统仙侠的亲和力 造型设计也没有扬长臂短 至于新洛宁成堂 大家一度在位于李兰迪 控制不了脸盘 跟身材的横向发展 而坠坠不安 综合各类仙侠剧女主的情况 于树信 这个仙侠剧女主受到的差评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九五和甜妹子 既有颜值 又灵气十足 没有老油条的套路演技 还带给观众 处处忙碌的新兴之感 总之观众对于树信 这样的仙下女主的满意 总的来说 没有五星也有四星 不过在最新释放的预告里 出现了两个女配角 虽然短短几秒惊鸿一片 但不少观众都被惊议了 一 李怡童 李怡童在剧中开篇就出现了 她是女主小兰花的师傅思命 师徒二人在思命店里 相伴度过了好几个五百年 李怡童演的思命 清新脱俗 气质出城 如幽如蓝 不要看场这副样子 但是行事风格上 却出人意表 虽然法力高强 却嗜酒如命 游戏天地人间 还不小心喝酒 浇坏了小南花的根筋 导致她法力低微 小编看着李怡童演的 这个思命 恍然间就像看到了 五年前三圣三世 十里套花 躺在树上穿着一袭带来杀裙 醉醉的一塌糊涂的白浅上神 那一幕真是惊艳了时光 很多观众就跟小编的感觉一样 举着李怡童这次演特出 真是赚到了 她从来没有哪部主演剧 像这部剧一样 虽然聊聊几个镜头 可是观众看过后 她那种卓越的美感 还是停留脑海中 久久不散